享受清晨的赠语是生活中最好的治愈。 猎头公司CEO詹姆斯·希特林有一天心血来潮, 决定去问问那些他欣赏的企业高管们是如何安排早晨时间的。 他给20个人发了邮件,有18个人回复了他, 其中起床最晚的人也设置5点57分的闹钟,在6点之前起床。 当全世界还没有吃上早餐的时候, 那些一流的成功人士已经完成多项日常活动, 并朝着他们向往的生活迈进了。 尽管他们早起的习惯各不相同, 但原因是一样的,清晨时分, 是他们日程表中最容易掌控的一段时间。 有句话说,早起是摆脱平庸的第一步, 你只有投资清晨,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01,早起和晚起,时间久了会有多大的变化? 视频博主at王婉晨在网络上分享过自己的经历。 他曾是一名资深熬夜党, 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不到凌晨3点不睡觉。 每天都要睡到中午才起床, 慌慌忙忙开始一天地拍摄。 结果有一段时间他工作频频出错, 粉丝流失也很快。 不仅如此,因为晚睡, 他身体的各项指标都亮起了红灯。 体检报告显示, 他患有乳腺增生, 右侧乳腺结结, 肾结石, 烟腔慢性充血,慢性咽炎。 医生说,这一系列亚健康的表现, 就是他混乱的作息和不规律的饮食造成的。 他痛定思痛, 决定逼自己早起。 每天晚上10点半睡觉, 早上7点起床, 醒来后先健身, 然后再开始一天的视频拍摄工作。 早起30天后, 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看起来年轻了5岁不止, 成功减重20斤, 早起后工作也更高效了, 生活开始重新焕发生机。 里斯本大学教授Philip Castromatos 也曾发起了一项连续21天早上4点30分起床的挑战。 他发现早起带来的是一系列良性的循环, 因为时间够多, 所以从容自信。 早起锻炼, 身心更加健康。 凡事提前, 工作也变得更加得心应手。 教授说, 早起看似是一件小事, 但它却会产生蝴蝶效应, 渐渐改变你的人生。 它改变的不只是一天的进度, 也在为你的人生积累厚度。 早起的习惯将增强你的意志力, 让你从容面对生活挑战。 02. 早起的奇迹一书中说, 人生的奇迹都发生在早上8点之前。 早起是一本万利的投资。 自媒体人良大师, 早年间认识了一位深圳某, IT公司的程序员。 这位程序员给他的第一感觉就是不自信, 带着IT从业者特有的内向与木讷。 可是仅仅四年时间, 这位程序员的人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这四年时间里, 他每天清晨五点准时起床, 看书、 学习、 写文章。 先是在某平台坚持写作日更, 有些名气后, 便开设早起领读营, 每天六点带领学员速读一本书。 由于常年坚持, 他在圈内的知名度也打开了, 被邀请去担任某互联网教育平台的课程总监。 如今的他和当初判若两人, 不仅变得自信从容, 收入也翻了几番。 一项关于意志力的研究成果表明, 在早晨, 人们更容易完成那些需要个人自律才能做到的事情。 当我们享受了一整夜充分的睡眠, 意志力更充沛, 心态也更乐观, 更容易对付那些消耗精力的事情。 所以, 对那些优秀的人来说, 早起不再是一种选择, 而成为了一种习惯。 为什么厉害的人, 都能坚持早起? 因为人生这个战场上,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当你战胜了自己的懒惰, 为生活建立良好的秩序, 才能拿回人生的主动权。 就如富兰克林所说, 我未曾见过一个早起, 勤奋, 谨慎, 诚实的人, 抱怨命运不好。 03, 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乔丹·彼得森 在演讲中曾提到一个情绪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 作息颠倒, 很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对很多人来说, 如果不能在同一个时间起床, 他们就失去了昼夜调节功能, 这就已经足够让他们患上抑郁症了。 当你因为作息, 不规律而处于焦虑, 抑郁的状态, 生活就会犹如多米诺骨牌, 一路向下滑行。 韩国高人气插画师李彦征, 曾经是一台连轴转的工作机器。 他马不停蹄地求学, 参加会议, 穿梭于各地。 做不完的工作, 应接不暇的社交应酬, 让他只能压缩休息时间, 熬夜就成了家常便饭。 时间久了, 他却变得越来越颓废为你, 健康状态也每况愈下。 更糟糕的是, 他完全没有了创作灵感, 还在抑郁和自卑中, 失去了一段感情。 当生活全面崩盘, 他开始自救。 他每天晚上, 很早便关上电脑和手机, 泡一个热水澡, 然后听着舒缓的音乐安然睡去, 早上再迎着晨曦自然醒来。 渐渐地, 他发现自己精神更好了, 而曾经那些焦虑与挫败 也都不见踪影。 后来他重拾创作, 出版了一本畅销书, 还举办了一次小型画展。 他改变了自己的作息, 也拯救了自己的人生。 俗话说, 一日之际在于晨, 早起, 提高生命的能量。 精力充沛, 才能自如地应对各种难题, 身心健康, 才能从容安享生活。 我有位朋友, 前段时间诸事不顺, 事业停摆, 家庭失和, 仿佛生活一夜间 就把所有的难题送到了他面前。 他经常借酒消愁, 喝到半夜, 才昏沉睡去, 第二天下午才饿醒。 后来, 偶然一自睡得早, 他凌晨五点起床, 便想着到大街上走走。 天光微明, 街上的小摊贩 已整理好摊位, 公园里跑步的老人, 开始了活力满满的一天。 微风轻浮, 晨曦的光芒 渐渐染湿天边的云朵。 包子铺热腾腾的香气, 市场里新鲜嫩绿的蔬菜, 每一个他路过的风景, 似乎都在告诉他人间值得。 朋友吃完一碗热乎乎的面, 又沿着公园的路走了几圈。 不知不觉, 心里的烦闷随之烟消云散。 作家迪更斯曾说, 人应该早起, 早起看辉煌极了的太阳, 因为太阳的光明很难持续一整天。 享受清晨的赠语, 是生活中最好的治愈。 罗振宇曾说, 我们现在的样子, 是曾经的我们使用时间亲手塑造的。 而不久的将来, 我们的样子, 又取决于现在的自己使用时间的方式。 我们阻挡不了时间的流逝, 但可以选择塑造自己的方式。 早起一两个小时, 或许不是多么了不起的改变, 但在日积月累中, 你将有惊人的变化。 点个赞吧, 如果你不错过早晨, 也不会错过不能重来的人生。